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管理数学中线性方程组 有关于行列式的速算法跟克莱玛的法则 我们这个单元里面的教学目标 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对于行列式的解连力方程组的技巧 熟练克莱玛法则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熟练行列式的降阶 或者是用速算法的方式去处理一些高阶的行列式 降成低阶的行列式 行列式的计算非常的麻烦 我们要在态度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不要怕麻烦 小心计算 减少失误 本单元的教学大纲 主要就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介绍的是行列式如何速算 就是快速的降解法 还有行列式 怎么样去利用行列式去介绍克莱玛的法则 解连力方程组 在介绍速算法之前 我们首先 我们要先介绍的是二阶行列式 二阶行列式是所有行列式里面 以速算法来讲的话 它是所有的基础 这个二阶行列式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它的算法的话 我们的方向是这条线 减掉这条线 这边是负的 这边是正的 那么以二阶行列式来算的模式的话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降解的方法 但是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些条件 对于相对来说 我们的传统降解法 我们称为Laplus的降解法 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肯定的说会比较快 我们先介绍的是三阶的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怎么做 首先的话 我们在算法的时候是这样算的 三阶的行列是 我们是第一步 我们算的是这个对角 所以是六 再过来 这边是加上这一条线 这是负六 再过来 这边是零 我们就不写了 我们这边的话是减的 这边减的是多少呢 三三得九 九四三十六 再减 这边是没有的 这边零的话就不用再算了 还有一个 这边是负的 这边是二一得二 所以再减二 这边算出来的结果是负三十八 好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三阶行列式如何使用速算法 我把这个行列式放大了 各位同学看 放大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第一步 我们这样算 跟二阶行列式一样 所以左上角这个的话呢 是要等于 这个是三减掉零 所以这边的话直接写三 再后来就是 这个地方 我们是二减掉零 所以这边是写二 再看右上角怎么算 右上角是这样 全部都是长方形 都是矩形 这是一一得一 一减掉负三 一减掉负三 那就是一加三 就是四了 最后一个 也都是以这个左上角 这个为主 那这个四方形 这边是二一得二 减掉三四十二 所以是负十 现在变成了一个二阶的 这样子就直接变二阶 那么二阶算法也是一样的 这边是等于 这边是多少呢 负三十 这边是减掉 八 所以等于负三十八 来我们看看 比较一下前面 答案是一样的 那么但是各位同学的话呢 不要做到这个地方 就不往下看 因为后面有一些 更重要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交代各位同学 否则我们未来可能会算错 有关于四阶的话呢 我们也来试一试 四阶的部分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叫做万德梦行列式 它的写法是这样子的 一一一一 一二三四 这边是 这是ABC 这边是A平方 B平方 C平方 这是A三方 B三方 C三方 那么像这种万德梦行列式 其实我们最适合的 就是用 用 速算法 是最方便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怎么做 这样 再过来 三 再过来 再过来是什么 八减掉 我们这边的话呢 是八减掉 一 所以这边是七 再换过来 这边 三减掉 一 所以是二 再下一个 都是以左上角为主 九减一是几呢 八 再过来 二十七减一 二十六 再来 这边是四减一 那就是三了 这边是十六减一 所以是十五 最后一个 右下角 这右下角的话呢 我们画过来 六十四减掉一 所以是六十三 那现在是不是一个三 三阶的 三阶的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做 这是八减掉六 所以是二 二十六减掉十四 二十六减掉十四 是十二 再过来 十五减掉九 是六 这边 六十三 减掉二十一 六十三减掉二十一 变成四十二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们这边就等于 这边多少呢 这边是八十四 减掉七十二 等于十二 这个是可以代公式的 万德梦行列式是有公式 但是我们不需要背 因为我们用速算法 可以很快的 把它算出答案来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 速算法 其实是有限制的 刚才 我们如果我们 直接就直接 看到了一个题目 就直接 降强迫降阶的话呢 这样的结果的话呢 常常会得到一个 不正确的答案 因为我们要需要 符合一些条件才能够做 这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否则宁可不学 这个速算法 我们也一定要 知道这些条件 第一个 左上角这个数字 一定要一 一定要一 如果不是一的话 我们的答案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算 每个的话都用二来算的话 每降一次 三阶降成两阶 降成二阶的话 三阶降成二阶 我们会放大了两倍 如果四阶降成三阶 我们会放大了 二的平方倍 这个地方是 A11的 n-2次方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 我们现在有 n阶的行列室 为什么是n-2呢 因为在 二阶跟一阶 它的话的直接算 是不会 放大的 所以我们就 少两次 那各位同学的话 如果不清楚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如果每一个题目 都是这样子算 我们发现 每个地方都多了 两倍的 这边会放大几倍呢 会放大两倍 如果说这个是四阶的 四阶的 那我们这边用的三倍 用的更多了 我们这边降阶的话呢 会放大几倍呢 三的平方倍 我们不要去记这个 这个这个数字 我们只要让 左上角这个数字 变1就好了 那怎么变1呢 我们在后面的话呢 想办法变1 我们计算又会比较 数字都会比较小 那么千万记得 左上角一定要1 如果不是1 把它弄成1就可以了 怎么做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把它改变成1 我们要利用一些技巧 把A11改变成1 不是1 我们要把它弄成1 怎么做呢 因为一个行列是 我们里面的话呢 一定可以多多少少都看到 里面会有0啦 会有1的 我们怎么做呢 技巧第一个 这两列 或者两行 如果我们兑换 会差一个符号 同学如果不喜欢符号 没关系 我们再换一次 符号就没有了 两次就没有了 再过来 如果说同学的话呢 发现 我在另外一列 乘到一个数字 再加到另外一列 或者是一行 乘上一个数字 加到另外一行 会让它变1 我们就让它变1了 这无论如何 左上角这个数字 我们都要让它变1 变了1以后 第一个计算不会错 第二个 我们也 我们数字上来说 也会比较小 也比较好算 我们来看看传统算法 那各位同学 我举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看 这个题目 我们刚才的话呢 有做过类似的 我们一样再复习一下 这个传统算法的话呢 这是四三个相乘 是12 这个0不要算了 这个呢 是减掉3 这个地方是 减掉负5 那就是加5了 再过来 这边不用看 这边是减掉18 所以这个答案是 负4 好 那我们的话呢 如果说 今天我们要用速算法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两个对掉 那如果各位同学坚持不对掉 那可不可以呢 那也可以了 那我们就把三分之一 就要变到前面 因为这个数字是3 我们要补一个三分之一 来我们来算算看 第一个数字 这怎么来的 是这样算的 再过来呢 这边是6 减掉负1 那就是7 再下一个 这边是33得9 9减掉0 所以是9 最后一个 数字比较大 3412 12减掉负5 那就是17 然后呢 我们继续算下去 这个地方 两阶的 我们的话 两阶就不用担心了 不一定要上面 是1了 我们就直接算一下 这边是51 这边是97 63 所以51 减掉63 是负的12 再除以3 那这个答案 速算法 这个答案 传统算法 那么 其实我还是不建议 各位同学 采用这个 电三分之一 我们其实 我们还是希望 同学的话 能够怎么做呢 把它这个兑换过去 再经过了 我们的兑换的结果 算出来 或者是 宁可使用的是 把另外一行 把它变成0 用高斯消去法的方式 去处理 那等一下 我们的话会比较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速算法的话呢 是有一些其他的技巧 就是这样子做 怎么做呢 我们是利用的是 这个地方 112 这边是对调的 这边对调了以后 这边是不是 多了一个负号 我们在 第一行跟 第二行的地方 做了一个对调 加了一个负号 同学如果还是不喜欢 我们再对调一次 但是这个地方 不要动 我们再对调一次 这边我们选的是什么呢 负号 放进去好了 这边对调也可以 然后我们把负号 进入到其中的一列 或者是一行 那么我们选择的是 第二行 于是这个地方 就没有负号了 好 现在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符合了 我们的速算法的条件了呢 如果符合了以后 我们就继续算了 我们是这样算的 这样的结果是多少的 是正三 这边 一减掉负六 七 三减掉五 那就是负二 四减掉十 负六 这个是二阶的 二阶的 是怎么做都很安全 直接就变成了 三乘上六 负十八 这边是加上十四 所以这边的得到的答案是负四 这个速算法的话呢 是安全的速算法 它是一定用的是 左上角变成了 这要一 这样就很安全 当然这样子做不是不行 但是如果说是四阶 五阶 六阶的时候 这个情况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们看看啊 如果说在四阶以上 那么我们介绍的是 laplus的降解法是怎么做的 laplus的降解法是说 我们要选 任选一列 或任选一行 然后来展开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是 同学要展开的时候 我们记得 当然是零越多的越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挑选的是 第一列好了 我们以这个列来展开 于是我们怎么看呢 第一个 我们就变成了 1 这个地方 展开来的时候 我们是要怎么做 是杀掉了 它的直的 横的 所以留下的这个是 它的 子行列式 这个就直接写到这边来 那在下一步呢 这边是零 所以不用写了 各位同学要注意 注意哦 这边的话呢 是 正 负 正 负 所以这个下一步是 加上三 这个地方零没有写了 我们就照写一下好了 再加上三 三部分 我们的算法是 把三周边的 划掉 这边是 二四零 各位同学看一下 是不是二四零 这边是 三五一 这边是 三五一 这边是 负一 三四 这边负一三四 没问题 现在有把最后一个 写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是五 五的话呢 这边要把五的上下拿掉 所以是 剩下的是这一块 那么我们就 记得 就是这一块啊 二四负一 来我们的话呢 把它换个画面 二四负一 二四负一 有没有 是这样子的 三五三 在这边 三五三 是我是画掉了 这一个 这一列啊 这一列 这一行 余下的 这个是此行列 是 不过要小心 注意的是 我们要采用的是 正 负 正 负 这边是负的 有没有发现 这个还蛮麻烦的 四阶行列是 我们如果经过展开 如果我们不挑选零的话呢 我们会怎么样呢 会有 四个三阶行列时会出现 这个计算上来说 计算量还是蛮庞大的 那现在的话呢 这四个三阶行列是 很麻烦 那我们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速算法 速算法的话来说 在速算法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 比较改良的 Laplace的方法 也是利用的是一个 高斯消去法的一个观念 怎么做呢 我们会希望说 刚才我们是从这里展开来的 如果说这里都是零 是不是就比较好做呢 于是我们的话呢 第一步 我们希望这个变零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如果要变零的话呢 我们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它变零呢 我们这边乘上一个负三 加到这边来 整行加过去 整个行列市值不会变 于是我们来看一看 这样的结果 是不是强迫它变零了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乘上负三加过来 这边是零 这个乘上负三加过来 这边是负七 这个乘上负三加过来 负九加三负六 这个乘上负三加过来 变大了 变七 现在还剩它 那么各位同学希望它变零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目标是 乘上一个负五 加过来 加过来的结果 第一个字就会变零 这个乘上负五加过来 这边就会变成了 负十 这个乘上一个负五加过来 负十五这边会变成负十四 这乘上一个负五加过来 这边变成了五加四等于九 来我们这个地方写的很乱 我们把它弄干净 这个地方就是变成这样了 好 现在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用拉布拉斯的方式来降阶 等一下我再来用速算法来做比较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我们现在选择的是第一列展开 那各位同学你想想看 刚才我们是 如果这里没有零 我们会有四个三阶的行列式 数字蛮庞大的 但是现在我们如果从这里展开 我们就只剩下了一个了 只剩下一个 哪一个呢 就是它 只剩下的是这一个 来我们把写出来 就是这个了 那各位同学记得 是这个 那么下一步 我们使用的是 速算法来算算看 就是同样的题目 我们算算看 我们把同样的一个题目 使用速算法来试一试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 左上角 一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就算了 这个地方 要填的是四 再过来 五减掉零 所以是五 再过来是 三减掉零 所以是三 这边呢 这边是 负一减掉六 所以是负七 再往下计算 这边是三 减掉九 负六 再来 四 减掉负三 所以是正七 这里是零 零减掉十 那就是负十 再来呢 再来就是 一 减掉 十五 三五十五 一减掉十五 是负十四 最后一个 右下角 四 减掉 负五 那就是九 好 现在各位同学的话呢 来我们大概的记一下 这个答案啊 四 负七 负十 五 负六 负十四 三 七 九 怎么说呢 我们等一下要回到了刚刚 拉布拉斯的一个降解法 因为我不打算把这个答案算出来 我们比较一下这个 这个三阶行列式 跟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用拉布拉斯的改良法的 三阶行列式比一下 看看答案一不一样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啊 这三七九 四 负七 负十 五 负六 负十四 来我们看这里 刚才我们算出来的 经过了一个改良法的啊 我们还是使用了什么呢 我们使用的是 算了 把这个地方变成了零之后 得出来的这个答案 四 负七 负十 这个就是这个 是不是就是我们 刚才算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的感觉来说 还是 如果说左上角是一的话 速算法是比较快的 现在的话 我们接着来介绍的是 如何利用行列式来解方程式 方程组 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我们在 应该是在国中的地方就有介绍了 这是叫做二元一次方程组 那么公式解是怎么解呢 那各位同学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行列式 二阶的行列式 是成员是哪些呢 就是这里 一二三四 这个我们称为delta 那什么是delta x呢 delta x就是说 这个地方 这是数字 数字去取代这个 所造成的一个 新的行列式 叫做delta x 那我们这边把c1 c2 取代a1 a2 就得到了一个 这样子的行列式 那x的直接就可以 计算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样 那么y呢 y也是一样的 分母都是delta 分子的话呢 是delta y 何谓delta y呢 就是把右边 等号右边的这个数字 取代谁呢 取代y前面的系数 那这边的话呢 c1 c2放在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delta y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克莱马法则 它是我们的线性方程 组的一个公式解 假设是三元一次 所谓三元的意思 元指的是变数 这是元 那次呢 次在这边 这边是次方 请问一下 这是几次呢 这有没有次 有没有二次三次 没有 全部都是一次的 这就是三元一次方程组 那么我们原则上 告诉各位同学 三元一次方程组 有三个未知数 有三个方程式 原则上是 有唯一解的 可是那是原则 重点是 如果说这个地方 其中有一些问题存在 比如说 任两行或任两列 他们是成比例啦 或者是说 前面的话 能称比例 后面又不称比例的 我们称这种情况 可能是相依 或者是矛盾 答案就有可能是 无解 或者是 无限多足解 那么我们把 我们还是 依照克莱玛法则的 方式列出来 但是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叫做分母 对不对 只要有解 各位同学 分母 就是我们的delta 这个A1 B1 C1 A2 B2 C2 A3 B3 C3 这个 这个 它的行列是值 绝对不可以变0 只要是变0 就不是 不可能是唯一解了 那情况的话呢 就 就是代表的是 这个行列是 它中间 有什么呢 有 成比例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 会出现的是 有比例的状况 成比例的状况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行列是值 才会变0 那各位同学看 我们是 这个是要做什么呢 delta X 我们把这个D1 D2 D3 去取代 第一列的 这个是取代 第二列 这个是取代 第三列 那么 这就是所谓的 克莱玛法则 表面看起来 克莱玛法则是 很简单 就直接公式解 但是 同学要知道 在计算这个 行列是值的时候 都不轻松 只要是超过了三次 四次 五次 这都不是一个 很好 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 克莱玛法则中的 这个是N次的状况 N次的话呢 是一般式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把它的一般式列出来 这个 delta 就指的是 这个前面总系数 这个是一个N by N的 一个矩阵 我们要求它怎么样呢 不等于零 这让分母不为零 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 代表的是 这些方程组 它都是线性独立的 它不会有 就是平行的状况 也不会有重合的状况 它都是线性的独立 那么我们如果说 我们确认的是 它的行列式值 是不适零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的公式解 就列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解 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间接 其实计算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这个的话呢 是delta 就是这个 delta xi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x1的话呢 我们就把右边的b取代它 x2就取代 第二个 就是这么样的取代 但是这个的值 都非常的困难 计算上来说 都会非常的辛苦 那么我们来试用一个 克莱巴法则 来解线性方程组 我们来试试试看 来做做看 现在的话呢 有一个线性方程组 是这样的 那上面的话 我们把它对齐了 x跟xy跟y z跟z 那这个地方没有y 我们记得 那就是零了 好 那现在的话呢 先算delta delta的话呢 就是-123 这边是20-4 这边是-3 1 4 这个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10 这个地方我们就计算的话呢 就不慢慢计算了 我们就直接把算式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再来 叫做展开 我们可以看到001了 看到这边 我们就可以用从这边开始展开 这是负 正 负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把从这边1开始过来的话 这边是负的 把这个杀掉了以后 这边是122-4 算出来的结果的话呢 就是8 负的 这边是负8 所以是8 这样算出来也蛮快的 来 delta y呢 delta y的话呢 是把这边的102取代中间的这个20-4 放到这个地方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知道这样的话呢 算起来 其实都可以用速算法 这边有个负号是不是 负号没关系 我们的话呢 就让它两个兑换就好了 把这个兑换了 要不然就是 加一个负号 把负号提出来 提到前面去都可以 这个delta y算出来了 再来还有个delta z delta z是什么呢 102取代 这一行 -304 这样代下去 就OK了 这样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把答案写出来 x的值是什么呢 是delta是放在分母 delta x是放在分子 所以我们就把x算出来 这是十分之八 y呢 十分之-15 z呢 十分之-16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xyz的公式解 这就是所谓的 克莱玛法则 三阶的 用利用三阶的行列式 来解一个 三元一次方程组 在我过去的研究之中的话呢 曾经对于这个 laplus的这个降接法 还有高斯的降接法 这是改良式的方法 还有速算法 来做一个比较 那我采用的是 用数学的软体的话呢 来跑 这边是我们的 使用的CPU的时间 那么我们从 第一阶 两阶 三阶 一直到十阶 一直到二十阶 我发现的话呢 阶数 随着这个阶数越来越高 我们发现的话呢 laplus降接法的话呢 负荷就越来越高了 因为五十阶的话呢 会变成什么呢 会变成了五十个四十九阶 四十九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阶层式的 向上的一个增长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计算的话呢 会变得负荷非常的高 那这个还好 这是采用加减 加减法的一个加减之后 然后一直加减 然后做成了一个 对角的矩阵之后 算出它的 对角线的值 那速算法 相对来说 速算法的话呢 很稳定 它算起来的话呢 不会像laplus的降接法 这么样的 这个时间上来说 耗费的相当的大 那这个章节的话呢 我们介绍的是 一个叫做速算法的 一个技巧 那么我们原则上 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行列是 算计算 都是辛苦的 有三个比较主要的方法 一个laplus降接 那么这个是利用高斯的消去法 高斯消去法的话呢 或者是laplus的一个叫做 修正的一个方式 要不然就是速算法 那注意的是 速算法是好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 条件 条件就是A11 1要等于1 不可以看到 一看到题目 就直接就算下去了 你算下去的结果 错误的答案 就是等于没有错一样 还浪费了时间 所以我们既然要算的话 就用这个方法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这个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要依照条件算 才不会算错 一般来说 克莱马法则 我们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看起来是很简洁 其实计算的话来说的过程 只要行列是 只要一上到了四阶 五阶六阶以上的话呢 那个计算的 这个负荷就会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就是把这个 拿来给同学看一看 真的来计算的话呢 我们都不会采用克莱马法则